姑娘 我也问你一句 你还爱她吗 应该吧 你想跟她一块过吗 想 想是吧 你知道你是一个巨婴吗 巨大的婴儿 她体型也像 你刚才在提到 我是个学生嘛 所以一直靠家里面嘛 说得理直气壮 你说玉碟大家困难吗 你应该给我点钱嘛 说得理直气壮 你还理直气壮地说 你为什么要打两份工 请问你一个 二十多岁 伸手跟爹妈拿钱的 这么一个人 你有什么资格去责怪她 打两份工 对吗 所以你知道 你跟她两个人的问题是什么 你们是建立亲密关系 失败 这两个人谈恋爱啊 你们是慢慢在磨合 在建立一个亲密关系 你看 她进入社会了 她见识了越来越多的人 她知道生活是怎么样的 在你心目中 你还是那个 我只要谈恋爱 我只要吃吃喝喝的小男孩嘛 你现在的问题很简单 三个事情的低下 第一个叫共情能力低下 你没有办法去和别人产生共情 你不知道她为什么痛苦 也不知道她为什么难过 不知道她为什么委屈 共情能力低下 第二个叫情商低下 你不知道怎么好好沟通 你只要用嘚不嘚嘚不嘚 我说你的方式来跟她沟通 第三个叫财商低下 不会管钱 又不会挣钱 还埋怨别人去挣钱 三个东西低下怎么办 很简单 一个方法 以后什么都她管 她来帮你管钱 她来告诉你应该怎么做 她来告诉你应该怎么花钱 以后保证你们没问题 这姑娘心理想 未来的生活好累啊 心态心 感觉像是要做一个 巨婴的保姆的感觉 我就问你小张 陆琪老师说的你服不服啊 挺实在的 挺实在的 挺实在对吧 其实她说你暴脾气对吧 但是活生生是你怕她呀 你好怕她生气 也怕她离开你嘛 怕她不陪你嘛 妆妆渐渐都怕 但是呢你就嘴巴上硬 就是那种 你看你 你看你 你就笨 你看你就被人家欺负 其实我觉得 你说她脾气爆 你一点都不怕她呀 她怕你怕得要命 你知道通常 越凶 就知道了 给人家欺负 你的公子 也不怕她 就索了 那种 都不懂得 也不怕她 你 疼 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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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